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,历经三年前的登革热疫情,台南市政府近年来全力防范并没闻,去年更运用大数据资料视觉化的方式,让防疫工作室办公备。 卫生局长陈怡透露一份耗费三小时的分析表只要一件就能保定,种种举措也让卫生局获得2018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。 陈怡表示,市府登革热防治中心去年透过地理资讯系统GIS科技防疫,将各行政区里的登革热相关资讯数位化,如并没闻米度调查,右蓝铜点位监测,高风险列观点管理,化学防治,朋友地图绘制,个案病例分布等,方便稽查人员追踪监测,并运用地理分布图资视觉化呈现, 让人员迅速掌握数据走势,同时透过系统大数据的分析,自动统计个案风险管理,并没闻米度调查,布施指数签测,喷药防治范围等防疫相关资料,免去大量人工作业。 陈一透露,数位化除了降低人为舒适之外,效率更是大大提升,例如喷药地图绘制就由一小时作业时间缩短为十分钟,精度也更为准确,个案疫情通报快讯由半小时缩短至一键完成。 值得一提的是,平时需耗费三小时制作的并没闻,不是奇数调查分析表,也可缩短为一键完成。 卫生局强调,台南市去年达成零本土登革热病例,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科技辅助监测与防疫,为,来也会持续朝此方向精进,守护民众健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